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这个周末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包含除了原本西半部就稳定之外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周末的天气也相当的稳定 那么预计像这样子 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 比较不会下雨的天气 可以持续到礼拜二之前 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把握 但是这段期间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些温差会比较大 早上跟晚上要记得添加保暖的衣物 保长袖或是保外套 那么中南部本来天气就比较稳定一点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就是这个中午过后的话 因为光化反应比较明显 所以臭氧浓度会比较偏高 敏感族群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水气会再增加 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又会转成有雨的天气 那么天气比较不稳定的话 在这个礼拜来说是礼拜四跟礼拜五 我说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实际上在今天又有这个台风生成了 第18号台风 它的名字叫做莫拉菲 生成的位置 在就是在这个菲律宾的旅顺岛东南方的海面上 第18号台风 那么莫拉菲这个名字是由菲律宾所命名的 是一种制作这个家具的一种比较硬的这个木头 那么来看到莫拉菲台风未来的移动路径的话 预计也会持续的往西边来移动 回到南海附近往这个越南的这个方向来移动 对我们台湾来说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但是跟过去这个台风一样 也要注意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气 可能会稍微飘到我们台湾这附近来 尤其在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加上东北风的影响 迎风面北部跟东南部 也会转成比较不稳定的天气了 来看一下外几天的这个天气的一个预测情况 可以看到持续都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那么东北风的话有这个分成偏干或偏湿的 礼拜二之前都比较偏干 礼拜三下半天开始 有一些南方的水气上来之后 就会转成比较偏湿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迎风面北部跟东半部的话 就会转成比较容易下雨的这个天气了 那么预计这个比较不一定的天气 可能相对来说会持续 礼拜三下半天到礼拜五左右 礼拜六礼拜天周末的话 有机会再度转成比较偏干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礼拜来说的话 礼拜三开始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那么容易下雨的地区 容易是在一样是在封面向北部跟东半部 那么礼拜二之前北部东半部的话 云量稍微偏多 但是降雨几率不算是很高 只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礼拜三开始可以看到 整个水气变了比较多到礼拜四 礼拜二甚至我们中南部地区 在山区的话会有一些午后热对流 发展起来的这个机会 那么来看一下在温度的变化的话 我们北部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在这个礼拜三的上半天之前 白天都还算是温暖舒适 大概中午高温都25度左右 那么清晨还是比较偏凉 大概在19到22度 礼拜四开始 这个东北风增强加上下雨的影响 这个中午高温又会比较明显往下降 整天都会转成比较湿凉的天气 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整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尤其是我们家里面的长者长辈或是幼童抵抗力比较弱的话 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一个穿着 要记得帮他们做一些调整 那么南部就比较不受影响 低温大概24到25度中午高温 还是比较偏温暖炎热大概29到30度左右 来看一下这个未来四天容易下雨的区域 最主要就是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 到礼拜四可以跟我们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尤其是东北部目前看起来 或是降雨相对来说 比较显著一点的这个地方 那么今天晚上隔离的天气 大致上还是维持一样 北部跟东半部云量是比较偏多 逐步地区这个短暂的阵雨 中南部的话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有机会来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那么礼拜一的白天 一样都是这个西半部 几乎都可以看到阳光 北部跟东半部的话 也有从云风中见到阳光的机会 那么东半部的话是属于云层稍微比较偏 云量比较多云层稍微比较厚一点 但是相对来说降雨几率也不算是很高 一样只有局部领先的短暂的阵雨 另外中南部还是要持续注意空气品质 仍然不是很好 中国过后的收藏浓度还是一样比较偏高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 明天再见